這款舊的快拆底座跟Rapid Lock到底有什麼差異 讓我們告訴你 其實如果啊 你的所有配件都是這種 舊的快拆系統 一樣往上推開兩邊擠壓 可以迅速退出來 一樣可以迅速去做切換 迅速去做切換 就是方便用在於你的設備上面 只要有這種快拆底座的 都可以這樣使用 但反過來如果沒有那種快拆底座 反而是Rapid Lock會比較方便喔 因為像這樣 我們鎖上去之後 Rapid Lock 它可以迅速的退開 迅速取下 一樣迅速卡上 這個是方便用在於 如果你本身就有這個快拆底座 就是讓你方便用在於 本身沒有快拆底座 這兩款最大差異在哪裡 如果你今天要拍攝可以迅速轉動方向的話 那這款會是比較棒的選擇 因為它可以讓你 轉向拍旁邊 轉向拍到你要的地方為止 但這款它有個小缺點 這款 它雖然說可以快拆 但它只能 拍這邊 另外一個方向是 退下來之後 180度拍攝 所以這個可以看你的選擇去做 可以讓你360度調整 或者是180度調整 這個可以讓你 隨便的去做切換 但這個只能正面跟反面 想好要選擇哪一款了嗎 要選擇Repeatlock 還是選擇舊款的底座呢 有問題歡迎底下的人問我們喔 3 2 1 開始 2.37 可以耶 2.37可以好好就這個了 OK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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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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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